张姐的女儿和女婿都在日本 张姐独自带着六岁的小孙女儿在重庆生活 因为心疼张姐一个人带孩子辛苦 所以老周每天都会到张姐家里报到 而两人能够步入婚姻殿堂 名正言顺的生活在一起 也就成了老周的愿望 这是像我们重庆人说的 就在耍朋友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nd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ir blood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一回到家 老周就到厨房忙活 张姐多次想进去帮忙 但都被老周赶了出来 闲聊中张姐拿出了她的老相册 兴致勃勃地 给我们讲起来年轻时的趣事 也对人挺好的 要说别人比她的话 可能都很少比不上的那种 警告上的道路 也许是怕被束缚 也许是不舍王夫 张姐对老周的关系 始终不能再进一步 很快 饭菜就做好了一半 小孙女早就饿了 饭菜刚一上桌 就迫不及待地偷吃起来 小孙女告诉我们 她非常喜欢周爷爷 也希望每天都和周爷爷在一起 很快饭菜好了 幸福的祖孙三口 在饭桌上说说笑笑 这是张姐提出 想让我们陪她一起去广场跳舞 但一提到跳舞 老周似乎不太高兴 肯定有些人在她旁边 是不是 在她旁边有时候 你说不担心吧 也有点担心 那你说担心吧 她也应该跳 锻炼身体吧 也是好事 是不是